高金蘇美他多壞 他說一句話 他說因為缺電 所以你們就把他搞到停電 這樣電就有搞了 他現在邏輯是這樣就是說 就是說知道要沒電了 今天用到會不會四點 開始要沒電了對不對 快點 把一些電 衝到跳跳跳跳跳 跳跳的 派幾隻老鼠出去 派幾隻老鼠出去 然後就有電了 所以行政院說沒有缺電 現在高金蘇美今天整個執行 他就是要營造這件事情 就是說市有缺電 快要全台大停電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去幹了一件事 就是讓他跳電 讓他跳電 他這個影片 他這個轉成抖音弄完之後 他去哪裡放 他去放給他的選民看 放給他的選民看 然後他只要問一句話 你們過去一年有停電過嗎 大家都說有啊 有沒有忽然間停電 有啊 你看行政院長到現在都不承認 到現在都不承認 陳建仁到現在都不承認 有停電 忽然間停電 你看硬要這樣講 高金蘇美就只是要得到這一個 所以韓國的 韓國也不知道 鄉雄怎麼說要休息一下 是要怎麼樣 他說他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看著我的眼睛 他是要去扁掃的 鄉雄要去扁掃 說我沒先扛一個 嘴打 嘴打還是怎麼樣 可是高金真的他很帥 他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殺青了 他今天這一段 他今天這一段錄完了 他要的他要的答案 已經關鍵字抓到了 後面再說就浪費時間了 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就是你知道國會最大黨 所以難道真的是 要在立法院為所欲為嗎 這樣算算是一種藐視 在剛剛因為高金蘇美 質詢這個陳建仁的時候 你看他就講到說 什麼時候臺灣缺電 請問什麼時候臺灣缺電 結果應該是說高金蘇美 就問說臺灣的缺電問題 結果陳建仁反問說 請問什麼時候缺電 結果高金蘇美就生氣 他說不需要在這邊 做不愉快的回答 因為高金蘇美 就特別扯到這個雲爆幫 光電幫 好眼看雙方火藥味濃後 韓國瑜突然打斷說 要把時間暫停一下 但是還有七分鐘的質詢時間 高金就說沒關係 前院長已經定掉了 然後就轉頭就離開了 帥喔 帥 三下七分鐘不需要是不是 那這個算不算是一種藐視 你問完剩下七分鐘 只會鬧更多笑話而已 我覺得可能現在 連韓國瑜都受不了 韓國瑜說 我已經不算是很厲害的立法委員 但是我坐在這邊聽你們質詢 我覺得我還蠻厲害的 至少我講話都正常 你今天高金 你要問缺電的問題 可以問 那陳院長 只是想問說 那什麼時候缺電 缺多少電 事實上我們現在你每個人手機 拿起來 你在Google打臺電 馬上就會有一個圖表出來 現在的備轉容量是多少 備用容量是多少 現在用電是多少 每天都有數字 有沒有缺電 那個資料是照不了假的 那你高金 你如果說你真的認為有缺電 你手上有資料 那你就拿出資料 說什麼時候缺電 你看 比如說 你看現在今天因為天氣比較熱 你看大家開冷氣 所以你看今天電不夠 沒有啊 還是他根本沒有想要問缺電的問題 他後面想要問雲爆幫 光電報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在準備 他頂多可能就助理 因為高金以前鬧個笑話 他質詢做的 用的那個powerpoint 還用簡體中文 那不要是哪邊弄來的 好 那可能助理幫他查了資料 然後就拿出來照念 問題是你不管 你叫什麼雲爆幫 黑貓幫 光電幫 石虎幫 隨便你 證據 立法委員 雖然我們知道 他質詢的時候 他有言論免責權 你無法去告他 但是你也要有相當程度的證據 沒有證據 雲爆幫選舉講到現在講多久 請問誰被誰被約談了 我都不要講誰被判刑 連約談都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去提告 直接去提告 所以我覺得這些 你在質詢場上 你要完全談政治 我覺得ok 但是你不要把政治去忽略掉事實的真相 然後就只是想做扣帽子跟抹黑的動作 那這樣的立法委員的水準 我覺得這一題 如果真的這個藍白兩黨要定這個藐視國會罪 因為我們公投 我們公民投票 其實有個法律的覆決權 我們都還沒行使過 如果真的讓他過的話 然後又沒有違憲的話 我覺得我們人民可以行使公投覆決權 就是說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藍白兩黨的立法委員的表現 夠不夠程度 該不該給他們這麼大權力 因為我你知道嗎 權責相符 如果他的能力不夠 他的專業不夠 你給他很大權力 那就會造成獨裁 你就變成一個立法院一大一院獨大的情況 這個對臺灣來講 絕對不是好事 所以我拜託你們這些立法委員好不好 在想要拿到所謂的藐視國會權 事實上我今天都還沒跟你討論憲政的 可能有可能違憲的問題 好 在你想要拿到國會的藐視國會 這個的罪行之前 拿到這樣的權力之前 拜託你們自己 先把自己的程度變好一點 讓至少讓我們在這邊聽到 這個質詢精采 很棒 不是一天到晚鬧笑 今天才開議才多久 才兩個禮拜 對不對 兩個禮拜已經有六寶了 在這個會期開完 會有多少寶 年輕的給那麼多壓力 要刷存在感 老的也要拚得勁 你們要刷存在感要拚都OK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至少出席率會高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人 如果不懂得常著 那你被人家笑也是應該的 好 所以請教一下益川哥 那你看高金素 沒這樣的態度 他是真心想要問缺電的問題嗎 還是不是 就是想要貼標籤 然後可能在這個直播上面曝光一下 因為高金以前是當過演員的 所以他時間到導演喊卡 殺青 那就殺青了 因為他要問的已經問完了 他要得到的答案已經得到了 要拍抖音的袋子 資料袋過了 他就只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明明明明明有缺電 行政院長硬要說沒缺電 他就要得到這個答案 陳建仁跟那個經濟部長回答的時候是說 那不是缺電 那就是可能叫做跳電 或是故障或是怎樣 那不是叫做缺電 所以他問他說 當時缺電 他說我知道啊 你們要跟我講說那個是老鼠啊 什麼什麼什麼 老鼠咬的什麼 咬的 電線這樣 對 那可是就是已經告訴他說 你說的那不是叫做缺電 高金素他多壞 他說一句話 他說因為缺電 所以你們就把它搞到停電 這樣電就有搞了 他現在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知道要沒有電了 今天用到會不會 四點開始要沒有電了對不對 快點把一些電 衝到跳跳跳跳跳 跳跳的 派幾隻老鼠出去 派幾隻老鼠出去 然後就有電了 所以行政院說沒有缺電 現在高金素美 今天整個執行 他就是要營造這件事情 就是說事有缺電 快要全台大停電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就去幹了一件事 就是讓他跳電 讓他跳電 他這個影片 他這個轉成抖音弄完之後 他去哪裡放 他去放給他的選民看 放給他的選民看 然後他只要問一句話 你們過去一年有停電過嗎 大家都說有啊 有沒有忽然間停電 有啊 你看行政院長到現在都不承認 到現在都不承認 陳建仁到現在都不承認 有停電 忽然間停電 你看硬要這樣講 高金素美就只是要得到這一個 所以韓國的 韓國的不知道 鄉雄怎麼說要休息一下 還是要怎麼樣 他說他有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看著我的眼睛 他是要去辯索嗎 鄉雄要去辯索嗎 不然先休息一下 嘴答 可是高金真的他很帥他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殺青了 他今天這一段 他今天這一段錄完了 他要的答案已經關鍵字抓到了 後面又說了又浪費時間了 所以他就很停 不是啊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想要知道真相或是什麼的話 我們聽你這樣質詢 我也覺得我在浪費時間啊 不會 他因為他只想要抓他的畫面 抓他跟這個陳建仁的這個對話 剛剛那個煌哥講說 立法院現在有幾寶幾寶 這些人現在在所有藍營的群組 全部是戰爭跟戰神 他們就撿他們要的 撿他們要的 撿三十秒撿一分鐘 放在抖音啊 放在直播 就在狂播 然後回到地方 算力就對了 所以現在台灣好像兩個社會 你知道嗎 就大家各取所需 他各自用各自要的影片 所以今天高精宿美 這個演的這個進度非常的快 所以提早七分鐘殺青 他就提早說好 我沒有問題了 然後他就走了 所以以後如果問不下去 可能都去把高精好 就是說我要說的話 已經說下去了 好 那我後面就就沒有要問了 剛才我再補充一下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 釣月小組對不對 釣月小組 這個黃國昌 趕快成立高宏安 涉灘 釣月小組 這也是施法 真辦中的案子吧 這個社會關注案件嘛 好 趕快成立這個小組 趕快把高宏安所有涉灘的案件 全部釣月來 放在立法院 給這些委員們看 大家來講啊 這個新竹縣館長陽文科 洋文科 竹北天空釣月小組 來 大家都來 所有事發案件現在都在調查 都在查嘛 查查我 查查也不一定有事 你說洋文科 搞不好查一查 沒事沒事 那也有可能啊 可是你們現在給人家弄這種 什麼小組出來之後 你就訂了這個名字 就已經直接訂罪了 直接訂罪 而且你這調一小組的名字 這個名字怎麼訂也很奇怪 那你還是你單純 就只想成立小組 反正你也調不到資料 大法官的解釋 講得很清楚了 關國昌 趕快把那個解釋拿出來 不知道就去問陳春生老師 他會教你 不要 不要 拿著康南爾大學的法學博士的名義 做出來的那一個行為 跟那種水準 我看喔 不要再說起來好啊 以免站學校 反正呢 那個黃國昌 黃國昌 你可能最近書讀比較少 所以呢 回去好好再讀書 那康南爾跟慕尼黑兩個法學博士 誰比較厲害 不要再講 等於在這邊幹嘛